感謝大家的支持 給蔡英文團隊最大的力量 我們七年多來 我們一起努力 讓臺灣走在對的路上 大家說對不對 第一條對的路 就是我們加強了基礎建設 讓我們國家的競爭力變強了 我剛上任的時候 國際評比機構說 臺灣的基礎建設不足 也因此影響了臺灣經濟成長的動能 所以我上任以後 就開始推動前瞻基礎建設 平均一年一千億 總共八千八百億 投資我們的基礎建設 也帶動了我們經濟發展 現在 臺灣的國家競爭力 從2016年的全球第14名 進步到世界第6名 這就是對的路 大家說對不對 但是 當初推動我們前瞻計畫的時候 遇到在野黨強力的杯葛 連我們鄭文昌市長 要去立法院爭取預算 肋骨都被撞斷了兩根 還好 因為我們民進黨 國會過半 民進黨的立委在立法院 24小時不斷念的表決 才守住了我們前瞻預算 才守住了我們的建設 所以國會過半真的很重要 我們第二條 對的路是 我們讓世界投資臺灣 也讓臺灣的產業走向世界 因為前瞻基礎建設 以及從2016年以來 我們大力推動的公共建設 讓臺灣的產業和投資環境變得更好 所以外商投資臺灣 已經超過2.4兆 投資臺灣三大方案的金額也超過2兆 世界投資臺灣 臺灣也走向世界 跟2016年相比 臺灣的出口總值增加了7成 我們對歐洲的出口成長超過5成 對新南向的國家超過6成 對日本則超過7成 我們對美國的貿易 我們的出口成長超過120% 大家說好不好 現在 臺灣的產業已經可以直接連結國際 不用再向過去 要透過中國才接軌世界 臺灣已經走向世界 這就是世界的臺灣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第三條對的路 就是擴大社會福利 擴大照顧人民 立法院三讀通過 明年度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這是蔡英文8年執政 最後的一本總預算 其中社會福利預算 佔的比例最高 我們照顧老人家的長照預算 我剛接總統的時候只有50億 今年增加到640億 明年會超過870億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的育兒今天也從2500元 倍增到5000元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但是第二胎是6000元 第三胎是7000元 要記住喔 賴清德提議的 私立大專院校學雜費補助計畫 每年3萬5000元 這個預算已經通過了 要在明年2月的新會期 我們就會開始實施 減輕學費 就是減輕學貸 減輕我們年輕人的負擔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要讓年輕人踏出社會的時候 身上不要被那麼多的負擔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第四條對的路 就是我們嚴守財政機率 我們投資未來 沒有債留子孫 過去七年多來 蔡英文的政府 已經還債7960億 明年我們還要再還1,150億 蔡英文的8年執政 總共還債超過9000億 這是史上最會還債的政府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最重要的 我們還有一條對的路 就是民主自由的路 現在國際社會的共識是 要守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並且任何地方都不能用武力改變現狀 因為國際社會都知道 守護台灣就是守護民主自由的價值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守護台灣就是守護全球供應鏈的安全 守護台灣就是守護全球經濟產業的穩定 大家說對不對 現在全世界已經上架台灣 台灣已經是世界的台灣 我們走在對的路上 我們的長照預算 我們要不要從870億回到過去的50億 要不要啊 我們不要 我們的預額今天 我們也不要從5000元回到2500元對不對 我們的股市也不要從現在的17000點回到過去的8000點對不對 我們的產業不再依賴中國不穩定的市場 我們要繼續跟全世界做生意 繼續讓世界信賴台灣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來繼續上架台灣 不要被架空台灣對不對 對 台灣要進步 不走回頭路好不好 好 選對的人 才能走對的路 最近 在野黨也說要走蔡英文路線 我跟大家說 蔡英文路線就是純著穩健令人信賴 蔡英文路線就是讓台灣走向世界 大家說對不對 好 要走蔡英文路線 就選擇這8年來 一起跟蔡英文並肩同行 一起走蔡英文路線 一起創造蔡英文路線的2號 賴清德 蕭美清 好不好 好 還有一張政長票 大家支持6號民主進步的 讓民進黨國會過半好不好 好 我們讓美得贏台灣 讓台灣贏的美 謝謝大家 謝謝